核能發展的核工界摸頭 那今天他開玩笑說 他今天特別來讓大家摸摸頭 其實我們 其實那個縣的是我們縣副主委 那他就是現在離開了原子能委員會 那回到這個核能研究所 不過我覺得他最近在做一些事情 我是覺得蠻期待 就是我們核工領域的朋友 就是能夠在他的推動下會有些改變 只要是他認為長期來在台灣 不管是永和跟這個反核 那大家可能在很多資訊上的交流 其實在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討論 他好像現在希望去推動建構一個網站 那在那邊讓不同意見 在那個平台上能夠交流 而且那個資訊是公開透明 而且能夠免費的分享 在那個平台上共同去思考 台灣面臨的困境跟一些解決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謝副主委 那我是特別期待他 因為現在離開了原子能委員會 所以他能夠更有更廣闊的這個空間 跟不同這樣的角色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以前在原子能委員會 他怎麼去跟一直到現在 他們怎麼去看待這個核能安全 尤其是安全這個部分 包括如果去做好管制的整個機制是怎麼樣 另外呢因為台灣的這個 其實原人會很辛苦 他要好好去管制 可是他的前提是台灣的核能政策跟能源政策 其實他們並沒有參與討論決策的空間 所以這核能政策的制定 那這個能源政策的制定 還有核能管制 這裡面形成一個什麼樣的結構跟機制 我其實是蠻想聽聽看他的講法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到謝副主委 那如果能夠回來我剛剛的問題最好 那他好像還有一些其他的禮遇東西才跟各位分享 那也希望他有也可以comment一下這個Michael他講的東西 當然今天有很多問題 等一下有時間可以再問他 好那我們請那個謝副主委 謝謝 首先我要謝謝這個利盟的邀請 那也有人講說哇 這個利盟這麼好的 現在你講不懂你啊 你講不懂你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啦 因為洪復宇司長的時候他選個Email來特別強調 我們現在真的應該好好來討論問題 雖然有人是謊和有人是永和 但是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也要能夠任何問題能夠的參賽來講 以謊和的理由是什麼 以永和的理由是什麼樣 怎麼樣是對待或是最好 那我們真的應該要有這樣的環境 大家一起來思考 那剛剛聽了這個Michael的這個演講 我是蠻佩伍他的 因為他這個全部都是自學來的 他不是在學校學到 是他自己花工把它整理出來 當然整理的這東西都是一些統計的素性 他絕對是 絕對是進卻的 我完全是同意 然後 尤其是觀察到 這個和人真的是 從這個早期 非常大量的1980年代 在70年代 80年代大量代以後 事實上 從這個山立島事件以後 一直一直就非常地 非常地沒落 停了非常之久 那剛剛也提到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事實上 人才是一個問題 其實你還需要 但你後續有人嗎 那在台灣事實上 有一定對同樣的困境 因為早期的時候 在我去清華大學讀書的時候 那已經都快40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 大家都覺得 何人是高科技 很多人很願意去讀書 對不對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現在已經是破街老鼠了 對不對 那你能夠找到幾個人來運作 和人電廠 和人電廠這樣還很安全嗎 事實上真的是 我們需要認真的來思考一下 那當然 剛剛這個楊憲宏 也提到一下 Socctorium的這個REAC 我想這個 我是贊榮這個 Michael的講法 我想也許 我們不需要再去考慮Socctorium 因為Socctorium 和Euronium的不一樣 就是說 基本上 和人電廠是要靠核分裂 然後你在天然界裡面 右蝗 裡面有各種同位素 真正可以分裂的是 右二三 但是呢 右蝗裡面也有 右二三八 所以在右三八 武漢 右二三八一起去的時候 右三八分裂的時候 產生中指 右二三八 激收中指以後 變成普通尼 二三九 那普通尼二三九 也可以分類 那所以呢 當早期的時候 因為普通尼跟Eur的 化學性質 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要分開是很容易的 所以呢 如果用Eur來 來運作產生普通尼 你要照布彈 所以 從一個原子彈是布彈 因為那時候 這很容易把它分出來 但是呢 你如果用Soran的話 Soran本身也是不能分裂的 它必須要吸收中指 以右變成U233 同樣的 它還是用U在分裂 只是它是U233 那U233 就很不容易把它分離出來 因為它只是一個同位素 你要把U233分出來 要做U彈是很難的 所以它在一個 在一個核擴勝方面 它是有意義的 那 但是像台灣事實上 連少去 這麼小的一個國家 連少去關心核擴散 台灣真的關心的 就是核安全跟肺料 那同樣的Soran這樣Reactor 它還是有核肺料 一萬年的一千年有差別 我想大家本來就介紹 現在還是蠻慘的 這個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 然後 安全上面其實 其實是U的Reactor 安全上面 從來就很多人在想 都希望能夠 把它做得更安全 這個跟Soran也不見得有關係 哪有關係 所以我想SoranReactor 我們就不要再談 可是不可能 我是覺得我們還是 根據這個剛剛Slide的 我們真的要回過來 要好好來思考台灣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 到底怎麼樣來解決台灣這樣的困境 那怎麼樣大家能夠打到一個共識 是我要去思考的 我個人一再強調就是說 我是完全贊成資訊的做民 和全民的監督 因為我是覺得任何一個環體不接受監督 絕對是很難以虎化的 所以你接受全民監督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怎麼樣的監督是比較好的Poly 不要說一監督以後大家炒成一堆 事實上對國家也沒什麼幫助 怎麼樣能夠好好的監督 然後讓國家真的跟這方面的方向進走 這是我們要來思考的 今天當然時間是有 剛剛事實上主持人蠻期望很多事情 其實10分鐘是很短的時間 就是第二天再10分鐘到20分鐘還是很短 基本上我是認為就是說 因為今天看到很多的聯絡朋友 我一再強調台灣的未來是你們 你們必須要做一個決定 那我們這些老頭子很快就進觀察來了對不對 那很快的這個不幫忙的事情 但是你們真的是要好好來思考 到底台灣要怎麼走 所以其實我以前在營運會的時候 如果有年輕的朋友到會裡去 向我主持這個核實安全健康委員會 有人去那我也是跟他講 你們願意談我都跟你談 所以基本上我都沒有時間限制 你要談我就一直跟你談就對了 今天你如果願意我也願意 我們大家一起把他有什麼問題 我們來一起來思考 但是我一再強調 我到環保團體一再強調了 就是說像這樣的討論一定要不幸運 我今天來跟你們講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誠意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相信我的誠意 你覺得我在造假 那事實上這個都白花時間了 那怎麼樣是相信誠意 也就是說沒有人真的是那麼厲害 所講的都是對的 但是基本上我是真心的 把我認為是對的跟你講 但是我有可能是錯了 所以呢 你們提出來的問題 如果我真的錯了 那或是說我不是很確定 應該給我一個機會 我國際好好再想一下 那如果真的錯我就更正 那這樣才有注意 就是說我們把事情整個真相把它理清楚 這是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溝通的根本的一個態度 一定要有互信度 沒有互信 你不相信我真的真心來溝通 那我們就不要談 以前 其實我當副主委 我跟環保團體 很多時候我都主動打環保團體 甚至邀請他到我的房子來談 我都跟他講 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誠意 沒有相信誠意的話 或是你只是想要抓住我的小辮子 然後來攻擊 這個事實上 對啦 我可能給你打了趴在地上 但是這個對國家有什麼幫助 沒有意思 我是講說我們應該真心的 我也把我的看法跟在他講 那我也覺得我不見得完全是對的 那我也很約聽大家的想法 那我拜託 如果我是講錯了 千萬不要說你在說謊 你在騙人 這個真的沒意思 我也沒有意思要騙人 那要給我一個修正的機會 那或許你講的 你也是錯了 那也拜託也能夠聽聽我講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溝通的基本的態度 這是在台灣是 很需要建立就到一個溝通的基本態度 那在這個環保人士一直認為說 這個我們的政府就不讓民間去參與 那我是覺得政府跟民間的關係 事實上是三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宣導這個層次 第二個是溝通這個層次 第三個是所謂的參與這個層次 那很多人把它解讀說 這是一個形式上什麼叫做宣導 就是說我跟你講 什麼叫做溝通 就是說我聽你講 然後什麼叫參與 我就讓你大家一起來討論 其實我是覺得 這完全不是這個形式的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什麼叫做宣導 宣導就是說 我相信我是對的 那你不了解 所以我跟你講 我認為你不了解 但是我相信我是對的 這個叫做宣導 什麼叫做溝通 溝通的心態就是說 就是說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我可能還不足 認為說我可能還不足 說我願意聽你的意見 我如果不足的時候我來改進 這個叫做溝通 這心態是完全不一樣 你一個從一個基本上 你弄得完全是對的 到你相信說 我可能有些不足的地方 演藝廳來講 這個心態的改變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樣一個心態的改變 只是說人家就要擴張 好你擴張 我就找一堆人來講一講 然後 有空就沒有通對不對 因為他基本上他就不相信 你有這個人力來就跟他 那這個就沒有意思 那參與我是覺得是 更是另外一個層次 我想說 民間人是一直在認為說 政府讓他參與 但是我自己來思考一下 就是說 如果要找到這個參與 參與這個層次呢 我們大家都有一些責任感 我們都要覺得說 這是我們的責任 不是我職的聲音 而且這個結果是我的責任 民眾不能說 民間人士講了一大堆意見 要政府一定要聽我的意見 然後呢 最後的責任你政府去負責 那這個 大家敢講 這個邏輯也不太對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說民眾要來參與的話 民眾也要一個 培養一個心態 就是說 我也願意負責 大家願意一起來負責 那當然 你會有一個結論說 那我民間人會負這麼責 對不對 我是覺得 最基本的一個負責的一個態度就是 我們盡量把事情弄清楚 不要說憑著這幾個主官 然後就強迫政府要去做 然後最後做了 有些不好的結果的時候 要政府來負責 那這樣 事實上 這種的官員也非常有 人家可能也不願意 所以這個我們事實上 如果要到來參與這個城市 事實上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大家一起來鼓勵 我一直在講說 十分中其實是很短 那我現在 我現在再講一下就是說 人員的問題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我想說 人員這早期 我們講說 人員需要鼓勵三個E 什麼叫做三個E E就是一個是Energy Security 第二個E就是經濟 就是Economy 第三個E當然是自己發展 其實 你從油電裝上 你感覺到 事實上還有第四個E 叫做Equity 就是社會的功能增益 所以 你人員問題 你一定要考慮這個四個E 然後你要考慮這個三個E 就是說 最重要的 你所有人員 你一定要 available 你一定要有人員 在這個世界上 你沒有人員 你這個生活就很慘 那第二 是要affordable 不是說有兒 而且我們用得起 它就不會貴到說 我們用得起 所以它必須要available 最基本的 然後它必須要affordable 然後呢 最重要的 它也是要acceptable 如果它覺得太危險 對環境太無難 它也無難覺得也不行 所以它要考慮四個E 跟三個A 這個問題 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 我們當然也很感謝說 每一個人都提供意見 但是我這邊 我還是要有一個強調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基本上 我聽起來 事實上沒有的人 都真的把這個四個E 三個A 他自己都完全搞清楚 所以這個時候 是我們很需要歧視廣益的 其實廣益 我是覺得一個心態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很謙卑的 覺得就是說 這麼複雜的問題 我可能會想得不多錢 我們願意聽人家來講 一定要有這種心態 所以我覺得 對自己 要有一個謙卑的心 不管你在搜集多長 你覺得多有把握 我個人是覺得 跟那 有人這個全部都能夠cover 所以我們願意經歷別人 別人家講 所以對別人也能夠有一種尊重 而且呢 對別人講錯話 也難得有一種寬容 但是呢 這麼複雜的問題 牽涉到很多價值觀的問題 不見得大家都一樣 最後 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要尊重這個民主主義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在討論 要有一個正確的結果 一個謙卑的心是必要的 對別人的寬容是必要的 然後我們既然是在一個民主時代 我們尊重民主的氣勢也是需要的 然後我們才能讓台灣往前 好好來做 我先 因為還有第二個嘛 我是覺得我 我聽人家 中間聽大家的想要了解什麼 我們再來第二次發言好了 現在接著時間 我這樣 交給林子龍 我們今天其實是特別想談這個後輔導 那到底全球怎麼去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 包括核能安全 包括人政策 包括核能政策 也包括這個 核能的專業者怎麼看待安全管制各樣種種的問題 所以說不定等一下還有機會再請Michael Snyder 再針對這個 這些部分可以做的分享 也很請那個卸妇可以在第二輪的時候再跟我們做探訪這方面的問題 那第三位我們邀請到的專業者呢 其實是 其實